中国造价最贵的战机 20架歼20才抵它一架 瞬间引起西方极度重视 在近几年 我国发展的步伐明显在加快 除了在经济和综合国力方面的增在迅速 在军事方面也是有着重大的突破 在军事方面我们有了辽宁舰的服役 而且国产航母也已经面临服役 海军舰艇更只呈现下饺子一样的状态下水 而空军方面歼20、歼10B等优秀的战机出现 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每一名科研人才的共同努力 而且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 我们目前的最新战机的颜值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该款最新型战机的性能十分的出色 而且所运用的技术也非常的复杂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成本贵的惊人 这款战机就是万众期待已久的 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 但是目前轰20并没有公开亮相和公开的公布其性能 但是很多军事爱好者根据我国的需要 对其性能做出猜测 轰20的鞋毯量比我们现有的轰炸机 轰6K要多得多 应该是是它的两倍20吨左右 而飞行距离要在6000公里左右 所以如果轰20能够出现在军中服役 将会极大的提升我国军队的战略轰炸能力 而且作为隐身轰炸机最重要的就是隐身性能了 毫无疑问轰20也会有极致的隐身能力 像美国的B-2隐身轰炸机 虽然臂长有50米但是在雷达上 却只有一只小鸟的大小 相信轰20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而且隐身能力出色就代表着突防能力出色 威射能力十足 而且战略轰炸机本身就是威射力十足的武器 只是不过由于我国在于轰炸机方面起步较晚 导致我国的战略轰炸能力上尚存欠缺 不过轰20的出现将很好的补全我们的短板 而且轰20轰炸机也是西方 对我们军事十分关注的一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